人生遇到挫折失败 不要气馁 有时候我们的挫折和失败 是我们自己设下的陷阱 当自己执着的不回头 我们一头栽进去 而且一厢情愿的 我们去品尝的悲伤和苦难的滋味 并慢慢的让自己的心 转化为自身消极的能量 这样你就叫自缠你的心啊 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别人骂你一句 你回到家里要气好几天 别人说你的 你回到家会自己重复 我自私吗 他说我自私 以他骂你一句 你回到家要骂自己 十句要让自己难受 所以我们不要自缠自己的心 我们做人不要天天学会抱负 这样会加深了我们内心的痛苦 学会念大忏悔文 心里要常愧疚啊 我对不起过去的老师 对不起过去的同学 对不起曾经跟我一起有感情的孩子 过去和我一起谈过恋爱的男男女女 常忏悔才能将自身的 抬不起头来的那些不好的心慢慢的去除 身心不能受到自己裂根性的 创伤的所绑所束缚 所以我们心要走向坦荡 我们要唾弃人间那些腐败的灵魂诱惑 想一想 今天得到的你可能很快就会失去 为什么要用我们人间唯一的本钱 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去得到它 然后又很快的失去它呢 所以要懂因果 你才能刻薄各种各样果报的来临啊